諸葛珀 現在一節由 泰國 石羅 阿巴喊 擔任。 今次訪問 幼稚會新任 斯特 羅西哥 神父, 《 鄭學露 》 《 鄭學露 》 《 鄭學露 》 調尼老母臭花器, 好久多後婆聽到我大老伯仔哥說看破紅塵,死亂去做神父,說要成聖金華。 其實小時候做斗機果時,我大老伯仔哥都說過,祈禱使祂不斷成聖。 博仔哥大老,不是現在要改口叫博仔哥神父。 請你告訴我們的觀眾朋友們,你如何透過祈禱成為聖人。 阿巴喊弟弟,我距離成為一個聖人更好願, 拘世到我都會做每一件事之前,都會祈禱。 我們的眼睛呢,經常都很蒙蔽我們。 雖然我們有眼睛,但是我們看不得到。 我祈禱,我立即看不得到。 我一祈禱,我知能到我向那邊想過祈禱, 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在那邊想過。 我祈禱,我知能到我所有的快樂是在那邊。 我眼睛有時告訴我,我快樂是在一個地方原來是坐的。 我祈禱,使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位是甚麼事都會聽的天主。 你怎想說,祂都會聽你講的天主。 博仔哥大老神父,有次會專門搞那些花靚仔。 你怎想看現在,泰國的花靚仔呢? 今日的社會,經常都教青年人, 你們可以呀。 你們很好呀。 你們好能力呀。 你們好能力呀。 你們看看你們又得了啦。 其實是好不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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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去將真相講給他們聽。 結果好多人都因爲不能自謙自卑下來, 祈禱的力量變得很小, 他們轉向其他東西。 博仔哥大老神父, 你當初又是怎樣蒙羞聖照的呢? 最初的時刻, 聖體裏面的耶穌, 對我博仔哥來說, 是一份我難以清楚理解, 以及接觸到的耶穌。 因爲我又好能多東西阻止我用信德的目光去看見耶穌。 聖體中的耶穌真係好能神秘的。 其實不同人,他們講解聖體, 會令我有種不同的視野, 去看回聖體。 但是就算聽到幾多多。 如果沒有真正自己去感受下, 談究下, 那樣東西都是一些資訊。 譬如有些教友都好能喜歡 印一些資訊給我們, 但是不等於我可以接收得到呀。 我看見耶穌在聖體裏面, 祂是多麼簡單, 多麼弱小, 但是呢, 又多麼斑賴, 可以走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我看見聖體裏面的耶穌, 祂怎能養祭遣祂自己。 然後祂歡迎我去結合在祂這份祭遣裏面。 靈聖體之後, 去這聖體的時候, 特別是那裏。 我與耶穌真正在身心靈結合的時候, 我就是那裏收到耶穌的邀請, 我知道我要圍祂, 我要跟著祂, 我要放下我一切。 這些孔中是在聖體中的耶穌帶給我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難確定自己的聖招, 因為聖招是很神秘的一件事, 是天主與一個人的很神秘的交往。 你去到某個歲數, 你得到某些可能叫之力、經驗、 一點體會, 你知到你想做什麼工作, 其實差不多。 但是, 更加是來自一份關係。 天主在過份關係之中, 他使我去做一件事, 他使我去過一種生活, 他使我去找一種快樂, 而那種快樂, 是特別性我博之的。 我相信一個人沒有深刻的關係, 他的性照是假的, 他的性照是不清楚的。 過份深刻的關係才能令另一個人, 答應一件事, 答應一輩子。 博之哥大老神父, 祈禱有什麼能用呢? 不能祈禱呢? 我便有時會被其他的感覺騷擾了, 令我不能知道我應該向哪裏出發。 祈禱令我能夠入想到我的內心深處, 我能夠認能清我的優點, 我認能清到我的缺點, 我的不足, 特別是我對女人在焦的誘惑, 我會容易撲街的地方。 這些都很重要, 我沒有認清這些東西。 我沒有辦法可以很老實地向天主面前, 告訴他這就是我博之哥來, 我想祢以治我。 這就是我博之哥了, 我想祢以治我。 這個人在意外沒有考慮。 我有一天, 你不要買了帥皮膜的, 我不需要用選擇。